如果吵架有断位 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最强王者 不管你多么十恶不赦的罪行 只要有他和法官辩论 死刑能变成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能变成无罪释放 由于他出行总是配备一辆林肯汽车 所以人们便称呼他为林肯律师 林肯律师有他的专属司机 这人是为了还清律师费来打工的 但还清费用后他还是不肯走 因为跟在林肯律师身边实在是太有趣了 这么大的镇长还以为机车帮要干什么大事呢 结果他们只是来求林肯律师 少收一点律师费 但林肯律师讲究一分钱干一分活 什么都可以谈唯独钱不行 最近有朋友给林肯律师介绍了一个大单 一个富二代指明要林肯律师帮他辩护 尽管他家里有专业的律师团 可还是想要聘请林肯律师 林肯律师在整座城市都有关系网 他动动人脉 再让富二代交个百万保释金 就将其从拘留所里给弄了出来 不过这并不算完 因为这富二代被指控殴打和谋杀未遂 所以接下来他会面临法官的审判 富二代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林肯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 他不接受任何谈判 他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富二代告诉林肯律师 那天晚上他正在酒吧喝酒 一个应招女郎跑过来主动接近他 还给了他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 在找他之前应招女郎正跟一个金毛在一起 富二代怀疑就是他们合伙无限的自己 因为他按照应招女郎给的地址去了酒店 但他去的时候那个金毛刚刚出来 富二代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意外就发生了 假如在酒吧突然有美女给你塞纸条 让你主动去找他一定要小心了 这个富二代就是因为架不住每一次 毫不犹豫地去了纸条上的地址 没想到刚进门就被人从后面给打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 谁知就在这时 塞纸条的女郎竟然对警察说 他今晚独自在家 富二代冒充他的熟人进入了他家 紧接着对他进行殴打 他还说富二代拿着一把刀 逼向他的左侧喉咙 听到富二代这么说 林肯律师顿时自信满满 他找来自己的好友胡子哥 别让胡子哥帮忙调查酒吧的监控 果然当时的情况和富二代说的一样 是女郎主动接近他 并给他纸条的 也许他们是想要敲诈富二代 这才设计了这样一出戏 毕竟女郎的左脸被打伤 而那个金毛刚好就是左撇子 林肯律师立马拿着监控 去找控方检察官 他想以此当作证据 逼检察官撤诉 甚至检察官竟然不为所动 林肯律师有些不安 他觉得检察官一定是掌握着什么重要证据 才对这场官司如此胸有成竹 林肯律师反复查看案件资料 终于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他们拿到的文档 是胡子哥从检察院的内应那里弄来的 上面显示的凶器图片 不是富二代的那把匕首 但是检察官那边的文档 却显示凶器是写有富二代名字的匕首 看来他们不仅被内应给骗了 也被富二代给骗了 于是林肯律师再次找到富二代 并质问他 富二代解释他之所以戴着刀 因为以前母亲遇到过危险 他因此有了阴影 这才会随身戴着一把刀 富二代说自己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也许是那女郎为了要钱 先将她打晕 然后再把自己打伤 然后再拿出她身上的匕首当证物 对于他的说法 林肯律师半信半疑 作为律师 他首先要知道真相 才能清楚下一步要怎么走 既然富二代不配合 那他只有自己去调查了 林肯律师开始反复观看被殴打的女郎照片 他遮住女郎被打的左脸 发现的左边脸和几年前被害的小林非常像 林肯律师赶紧翻出小林的档案 他也是一个硬招女郎 身上有蛇纹身 死的时候被割了几十刀 他受伤的地方也是左脸 林肯律师当时在为嫌疑人小黑做辩护 由于警方在小林的房间里找到了小黑的DNA 所以林肯律师只能让小黑牵线认罪协议 最后小黑被判了15年 这期间林肯律师没有去看过小黑 因为他也觉得小黑是凶手 可现在再把富二代的案子联系起来看 才发现这两个案子的凶手分明是同一个人 但小黑还在监狱里 这说明真正的凶手一定还在外边 为了帮小黑洗清冤屈 林肯律师决定 就让小黑指认嫌疑人 小黑曾说过他认识小林时 小林还在勾带另一个客人 林肯律师觉得那客人有重大嫌疑 于是便把自己怀疑的人照片一一拿给小黑看 当富二代的照片出现时 小黑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 林肯律师懂了 小林生前跟富二代有过交集 他赶紧去找胡子哥 并把自己的猜测全部告诉了对方 林肯律师觉得杀害小林的是小黑后面来的人 而那个人极大可能是被小林勾得过的富二代 上一次小黑成了富二代的踢队羊 所以富二代又想顾忌重施 他一直跟林肯律师强调自己是无辜的 就是想让林肯律师怀疑金毛 毕竟金毛和他一样是左撇子 胡子哥觉得林肯律师的猜测很有道理 他答应帮林肯律师调查富二代 但就在他们两人谈完话后 林肯律师发现富二代竟然闯入了他家里 富二代知道林肯律师去找了小黑 所以他们知道林肯律师已经在怀疑他了 富二代警告林肯律师 不要想着帮小黑翻案 不然他的前妻和女儿都会遭殃 富二代的话让林肯律师确定了他就是凶手 干杯等林肯律师找到足够的证据 胡子哥那边就出事了 天才律师的好友被人谋杀在家 谁知警方却说凶器是他的那把古董手枪 林肯律师吓得赶紧回家查看放枪的盒子 里边的枪果然不见了 昨晚只有富二代来过他家 林肯律师觉得是富二代偷走了枪 并杀掉了好友胡子哥 因为胡子哥死前曾给林肯律师打过电话 他说他找到了一些线索 然后他家的门就被人敲响了 不出意外的话 富二代是想要杀人灭口 但是要给林肯律师设一个局 林肯律师是富二代的辩护律师 就不可能说出任何对富二代不利的事情 不然他的律师资格证就会被吊销 林肯律师只能暂时忍些这口气 他继续帮富二代做辩护 不过他也不会就此退缩 林肯律师决定给富二代挖个大坑 得知检察官那边想要找监狱的犯人来当证人 他立即去找自己在监狱的内影帮忙 富二代对林肯律师的行动一无所知 直到开庭时 他看见检察官那边叫来了犯人 表情才终于有了些变化 这个犯人自称是富二代的好朋友 紧接着又表示富二代曾经说过 女郎就是被他打的 因为富二代讨厌这种职业的女性 所以想让他们得到报应 检察官那边利用这一点成胜追击 但林肯律师没有就此被打倒 他拿出了一张报纸 上面是犯人以前做假证的新闻 这个是林肯律师让他监狱里的内应 帮他弄了的 他再恨富二代 这场官司也必须让富二代赢 不过他也让内应替他买通了犯人 他需要犯人在庭室现场 说出一件重要的事情 犯人说富二代以前还杀过一个硬招女郎 对方的身上有蛇纹身 台下有个男人一听这话顿时脸色大变 他是被林肯律师叫来旁听的警官 也是曾经负责小林案件的人 林肯律师要的效果达到了 他利用犯人以前做假证 来让检察官那边败诉 但等到富二代被无罪释放后 警方那边也会将他抓捕归案 林肯律师本以为一切事情都结束了 谁知富二代那边竟然利用钱 得到了保释的机会 林肯律师只能让司机给他弄了一把枪 他知道富二代那边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他需要工具防身 林肯律师先给朋友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帮忙 把自己前妻和女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然后他才来到前妻家外 手术带兔 果然没多久富二代就来了 他看到林肯律师有点意外 却一点也不害怕 他觉得对方不过是个律师 再怎样也没有他有能耐 但这次他想错了 这世上有钱的永远比不过有势的 这会儿机车帮经常犯事 需要林肯律师的地方还多着 所以让他们帮忙对付富二代 二话不说就会赶来现场 给了富二代一个教训后 林肯律师这才回家休息 但他想不到 富二代他妈竟然来了 原来他一直知道富二代干的事情 而胡子哥也是被他杀的 因为胡子哥查出了一些线索 他便想要杀人灭口 富二代他妈给了林肯律师一枪 好在林肯律师反应及时掏枪反击 这才终于保住了一条命 事后林肯律师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到他伤好出院时 小黑已经被无罪释放了出去 而富二代则因杀人罪被判了死刑 机车帮的人还是喜欢 跟在林肯律师车后面 看待他们上次帮了自己的份上 林肯律师答应下一次 不收他们的律师费 这世上钱确实重要 但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人才是最重要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